大家好,我是Alice 是和聲書院的綠色生活大使 首先歡迎大家加入和聲這個大家庭 和聲是一間推行綠色生活理念的書院 書院裏面有很多不同的綠色設施 不知道大家又認識多少呢? 不如讓我和大家介紹一下他們 如果大家遲些會住宿的話 就應該知道書院的電費是以用者自負形式去收取的 即是說如果你用得越多電 就要交更加多的電費 那如果沒有電了,應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要靠書院流程的智能電錶系統 透過智能電錶系統 宿生可以簡單地查回房間的用電量而原額 再進行增值 而且宿生都可以瀏覽VSING POWER系統 了解更多自己的房間的用電資訊 系統會根據所有房間的電力使用量 將相約用電量的房間進行分組 同學就可以知道自己和其他同學相比 算不算是高用電量的群組 所以無論是Smart Meter System 還是VSING POWER系統 都是希望同學可以多點了解自己的用電情況 由根本去節省用電 和聲書院在2016年的時候 在藍座和北座的兩座天台 安裝了這一套太陽能發電系統 這套系統是使用CIGS和欣加西這種物質 作為發電板材的 比起舊式的板材 它有更高的發電效率和轉換功率 現在系統每年可以生產到25,000度電 足夠提供給3萬部一匹的冷氣 運作一個小時 除了以上的系統之外 和聲書院在LG1的健身室 和LG2的學生餐廳的玻璃幕牆上面 都塗了一層紅外線隔熱膜 隔熱膜的塗層可以令室內溫度降低2至5度 而所有Common Room裡面的冷氣 都已經連接了VRV的系統 由中央系統控制 那就可以合理地調配 每一部冷氣的使用時間和溫度 作為推動環保的書院 當然不少得一片綠色的小天地 我現在身處一個地方 就是和聲書院的有機農場 農場以格仔田的形式 租借給教職員和同學使用 都會由綠色生活大使 去管理每一個種植盤 我們會依季節種不同的農作物 還會定期和大家展示我們的修成 和分享有機耕種的樂趣 對了,剛才提到的綠色生活大使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一班協助書院 和向同學推廣環保資訊的學生組織 書院會透過定期舉辦 這個綠色工作坊和生態遊 去培養一班綠色生活大使 希望我們可以把從中學到的知識 宣揚開去 聽到這裡 是不是已經覺得綠色生活大使 很有意義呢? 是不是已經有新的環保概念 想向書院提出? 如果想加入我們的話 可以留意遲些 書院網頁的公佈 我們歡迎你們的加入 希望遲些會有你們的參與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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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